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9月13日 這個是一節加班 加班 我們想跟大家 詳細地探討一下 尖沙咀名人站的劫案 消息很震撼 因為 原來 是一班 學生 全部都是小朋友 打劫的 最新的就說 拉多一個14歲的桃學威龍 案情之中 年紀最小的 只有10歲 而且 有一班大人那麼高大 這件事真是世紀奇聞 我們 想跟大家 詳細地探討這個問題 好了 這個真的是一宗 見歷是世界紀錄大傳 十歲 十四歲 十七歲去打劫 我們已經跟大家分析過 他們一定是一些沒有經驗的賊 而且 不單止沒有經驗 那麼簡單 而且 還是 很自亂 我 甚至乎認為 他們根本就沒有下手裝 打算這些標籍錢 打完之後 可能自己放在Facebook 或者自己放在 拍賣網 可能Ebay 或者淘寶網 放賣 因為沒有門路出貨嘛 只是年輕人來的 前天的報導 名人站尖沙咀廣東道 被三個非華越南子持刀行劍 去總值 20隻370萬名標 警察迅速破案 為甚麼 我跟大家分析過 肯定 就是 他們當日去踩線 現在 警察拘捕了三個人 一個是19歲 當日拿著這包東西 那個人 另外還有一個10歲 的男學生 另外一個在途接應的司機17歲 好了 消息今天最update的 拉多地四個人 是一個14歲的印度瑞南童 他們讀中一 連日拿藏在元朗一間賓館裏面 相信有份打劫 據悉他就讀官堂一間中學 宇宙讀東區一個中學 報稱10歲的疑犯 10歲讀中學 10歲應該在讀小學 他是經同一個圈子認識 平日會在官堂區玩樂 10歲疑犯是被他招臨進行劍的 這些是 組團 這些是甚麼成軍 14歲疑犯當日懷疑逃學 身穿校服犯案 事後乘車接應逃學 然後警察呢 首先我們這一節 很有需要跟大家分析一下 十歲 十四歲 十七歲 十九歲來打劫 平均年齡也是十幾而已 這個我想 破盡世界見歷史紀錄大全 最年輕劫匪的一種案件 這宗劫案 大家看上去已經非比尋常 我告訴大家 這宗劫案其實 我們可以把壞事 變成好事 為甚麼呢 大家知道 他們其中有印度人 有巴基斯坦人 印巴裔一直以來 部分跟中國關係很好 大家有沒有聽過中巴經濟走廊 是中國 跟巴基斯坦一個經濟走廊 是一帶一路的重要環節 但是這都是美國特色的事 中巴經濟走廊 都可以為香港很多印巴藥人士提供一個機會 好過去打劫 就這樣看 十歲 十四歲 十七歲 這三個年輕人 你怎麼沽貨呢 你出不了貨的 你有沒有人接裝呢 沒有的 我覺得他們沒有下手裝的 當日 踩線也是十分粗糙的 所以令到人們有預備 你這個年輕人 你真的踩線人 你一眼就覺得你有問題了 所以我認為警察一早是有所準備的 這個呢 我不知道猜得對不對 但我覺得很接近事實 說回到十歲男童先 世界見歷史紀錄 當時他犯案的時候 是穿校服 但是一旦有穿外衣 外套脫著 他向父母聲稱會上學 但是實情就是尖沙咀打劫 打完劫之後 成功得手 逃去了 登上接應車輛 逃去現場 並在中途跟19歲的疑犯一起坐的士去飛鵝山 期間 他在車上脫去外衣 下車的時候只穿校服 到了飛鵝山之後 19歲疑犯把那些裝物埋在一處的叢林之下 學生就乘搭 村民的順風車去彩虹 竟然有村民會載順風車 肯定 他們跟村民的關係十分之好 他們平時人品一定不錯的 警方昨天找到攝氏的銀色七人車 停在宏光島的露天亭車場 警方成功在車上 起回他當時用過的牛肉刀 以及兩把沒有用過的鐵鎚 據悉 拆車掛了假車牌 警察來到的時候 已經拆了 以往如果是有經驗的大徒 是會將車放火燒毀的 可能這架車是他們的家人的 所以不捨得 一定是的 這樣車就有錢來的 這宗案件 值得 拿出來和大家探討 因為 14、17、10歲、19歲 大家把四個年齡加起來 平均也是15歲也不夠 平均也是15歲的人 平均也是15歲的人 平均15歲的人去打劫 究竟是甚麼光景 大家想一想 你會不會 其實是怎麼幻想的呢 我相信 任何人任你幻想 你想不到有10歲的學生出來打劫 10歲在香港讀小學而已 小學在流鼻涕啊 就算是流鼻涕啊 你也是在問父母拿10、20元零用錢 可能現在多些了 拿100元 買遊戲機 你怎麼猜到他那麼生性 真是打劫呢 知道父母賺錢艱難 是不是 香港 一直以來 其實對於印巴人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窮溝 就是 他們 很難向上流動 除非你讀飽書 名牌大學畢業 家裡有家底 不然 只能從事一些基層的工作 或者是加入警隊 現在加入警隊 其實是可以實踐你抱負的 因為不是做黑社會就加入警隊 沒有第三條路可以做的 我們看到 也有越來越多印巴裔的警察 因為面對印巴裔的黑社會 現在專門找印巴裔人做黑社會 原因就是他們膽正命便宜 認為他覺得很難的 認不到的 所以 現在大量需要有些印巴裔人士加入警隊 負責抓印巴裔的鄉里 或者用他們的語言 因為 其實印度巴基斯坦有幾十種語言 多到不得了 每一個地方有不同的語言 每個語言也有不同的構成 所以他們需要大量的警察 否則是很難翻譯的 翻譯不切 這次 我們看到香港政府不斷鼓吹 香港要加入一帶一路 我覺得 很適合時機 有甚麼好得過 你找回這些 對於一帶一路是熟悉的地方的人 中巴經濟走路 少不了這幾個 這幾個疑犯 其實 警方應該 對他們 作出警司警戒 然後 寫封推薦信 給了一帶一路 負責的部門 推薦他們參加中巴經濟走廊的活動 以及 甚至乎他們可以組成一隊最年輕的僱傭壁 幫所有 在一帶一路 地方做生意的商隊 或者當地的華人提供一些保護 反正你們都敢拿刀打劫 去保護吧 不怕吧 你們也可以溝通到 跟塔利班 或者那邊的恐怖分子 可能 容易溝通一點 大家都跟 民同種 或者同一個語言 這樣 相信 是可以為香港政府作出貢獻 將功補過 我認為 人人人都會犯錯的 最重要是 你要懂得 知人善任 不能夠 判他坐牢 坐牢有甚麼胃呢 你不是生米飯養他 勿盡其用 人盡其才 委任 或者 推薦他們 一帶一路 為國家作出貢獻 我相信這樣 絕對可以贖到罪 反正現在 裝物都起了 店家又沒有損失 說抱歉 打兩下手掌就算了 反正你香港政府一件污兩件衛都不怕 鄭雁雄 甚至乎將這四位 印巴籍的 好像那些恐龍戰隊 每人穿 不同顏色的衣服 都那麼高大 甚至乎組織那些什麼 無敵戰隊 恐龍戰隊 就去 一帶一路 為國家效力 我相信 祖國 是寬宏大量的 會給他們機會改過自身 他們又有機會一剪抱負一剪所長 什麼好呢 這個真是想想他 香港人才背槍 十歲都可以打劫這個標行 真是香港 好東西 我們也過得歎為觀止 這節時間 先說到這裏 今天我們就恢復盈利了 看見到每週幾節都有廣告 希望昨天 被黃標傳黃 只是個別事件 好嗎 別再發生了 謝謝大家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們的六部曲 我們誠意邀請經濟許可的朋友 訂閱Patreon 謝謝 拜拜 拜拜